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横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在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菲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康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康 从头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老师好 老师好 飞兵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中午愉快 来 大家中午愉快 我们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表现如何 加密货指数额间最高 在17106点 最低来到16859点 但是收盘的时候 网上拉拉拉拉拉 来到了170030点 跌了134点 条总值是4317亿元 好 这个礼拜完美的结束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我们要怎么办法布局 才能够跟着老师 来我们的会门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赶快请见我们专家 罗老师 即便今天我们看到 整个大盘 不管是集中市场也好 不管是贵买指数 都双双的一个收黑 不过我相信 这个礼拜 基本上还是一个 一个开心的周末 你不要说什么 你今天即便是下跌 134点最后收盘 但是如果说 你扣除掉台积电 跌了19块的话 基本上今天 如果没有台积电的话 今天是 行情是涨了 对 没错 那另外 今天为什么会在 一开盘的时候 大跌超过300点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法说的一个部分 引发了一些卖压 对 那从原本的大跌 300点到收盘 只小跌 不能讲小跌 下跌 134点 换句话说 其实留下的一个下影线 将近有200点 至多 170几点 光是这一点的部分 尤其我说今天怎么样 他守住了万七的一个大关 收在170 30 这个意义非凡 我这样说好了 记不记得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还告诉各位 我说万七这个大关 他的一个指标意义 非同小可 如果你虚守的话 对多方会有一定的一个打击 整理的时间 势必会拖的比较长 为什么 除了说万七 大家说 这是一个心理关卡 没有错 除了心理关卡以外 大家知道吗 我说过 在7月13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四 不是报了一个 4600多亿的大量 有没有 那个时候 那一根量的一个区间 在16994到17223之间 加上目前的时日线跟月线 也在17000点附近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万七失守 等同怎么样 等同你7月13号这个大量区 全部怎么样 全部又挂了 即前面两根大长黑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大量之后 你如果说就连当天上涨 7月13号的长黑 这个红棒 也变成是一个套牢量的话 那么整理的时间势必拖长 如果再加上跌破时日线 月线的话 那么对多方杀伤力道 当然更强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即便盘中 一开盘没多久 就大跌超过300点 不过低档的买盘 你或者说 有人就是在控盘 他还是把这个指数 硬给撑上来了 那不管谁撑了 反正有人撑 那就是好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对于大盘的部分 我也不太 不再花太多时间了 那当然 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讨论 台积电 对不对 这个景气 可能如果说台积电景气 如果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的话 你看第四季都还看不到底 如果明年第一季又是 又变成是个淡季的话 那开玩笑 那要整理多久 但是我说过了 确实台积电的法说 它所公布出来 就一个结果来看 确实是不如市场的预期 但是台积电的法说里面 也有几个亮点 我不晓得 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没有错了 它是调降它的一个猜测 对不对 但是我还也告诉你了 AI 它即便 因为它成它的一个力道 没有办法去cover 所有的 这个其他的一个衰退的部分 可是如果单纯 就AI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AI是成长 因为昨天 如果按照魏哲家的一个说法 对不对 他说怎么样 他说AI已经看到怎么样 感受到客户的需求增加 只不过 因为中国经济的复苏的情况 比预期要来的弱 但是被中国拖累 对不对 终端需求也不如预期的成长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让整体的一个动能拉下来 但是单纯就AI的一个部分 它是需求增加的 另外在车用的部分也成长 另外在整个消费型电子的部分 也是成长的 所以已经告诉你 其实未来的方向就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昨天的一个法说完之后 很多人怎么样 很多人又开始怎么样 对AI落井下石 我说过 如果说 你按照盘面上 有一些 当然我不讲全部 有一些专家权威的一个讲法 好的时候就拼命的告诉你 哇 这多好多多好 AI战哦 你冲了对 只要稍微有一个 利空出来 就告诉你 这个要小心 这个不对 这个AI怎么样 如果按照这种做法 我相信你还不止两边被扒 你一天到晚都被扒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昨天看碎AI的 你昨天法说完之后 你看碎AI的 对 今天AI有没有 马上要再给你 对不对 马上给你一巴掌 对真的 今天多少AI的股票 原本大家看碎的股票 今天开低走高 全部上来 甚至还创了新高 没错 包含像2382的广达 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今天创了新高了 包含谁 包含3231的 好这个微创 涨停板 它涨停板了 今天还在分盘交易 对不对 还有什么2376的技嘉 今天即便 你说今天的高点332 没有能够去突破 前一波的高点333 上个礼拜的高点 不过就收盘的位置 在322.5 也是创下收盘的新高 是 所以代表 就整个AI的趋势 它没有改变嘛 对 对不对 我一直告诉各位 AI这是一个大趋势 从零到有 从这个容零到一了 从无到有 对不对 这是一个杀手级的 一个革命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趋势 现在才刚刚萌芽而已 这个绝对不可能 这么快就结束了 不过 我也跟各位讲 这些股票 当然今天都创新高 如我们的预计 我说这些都是好股票 对不对 这个明年后年的 展望都是正向的 所以他们能够创高 我也不奇怪 但是我说过 你操作上面 你有没有必要 去追这些股票 我认为没有必要 对不对 倒不是说它不会涨 涨高了 我说过 它涨到这个位置 你看伪创涨多少 对啊 涨说少 涨好几倍了吧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 你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广达也好 你去做一个买进 技嘉 你去做一个买进 没有错 它今天还是涨 还是涨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的成本 是不是就比人家高很多 高很多 人家当时低档买 就比人家高很多 是啊 你的风险 相对就比人家高很多 你的风险比人家高很多 你的胜算 相对就会被拉低 除此之外 我一直告诉各位的 做股票要讲究方法 尤其怎么样 你的资金要集中 除了买点跟卖点以外 你的资金要集中 对不对 已经涨到天外天的股票 今天还创高 我请问各位 我今天是要做 它还会在涨 你买 你追 你敢买几张 是 你敢买几张 你了不起买个一张两张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纵使它在涨 我说一张两张 你能够赚多少 你说 哎呦 赚就好啊 加菜金啊 零用钱啊 当然这是钱 如果说 你来股市的目的 那你就是为了赚加菜金 你为了就只是赚零用钱 那我没话讲 你就继续追吧 但是如果说 你要赚的是大钱 那我说过 那你就必须怎么样 要用不同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同样看好AI 你看当时当大家在追这些伺服器的股票的时候 我帮各位规划的是什么 我们帮各位的规划的是包含像3363的上权 对不对 当时40出头 我们就带着各位带着会员 我们开始做布局了 对不对 那你看 从丧权 40几块开始布局 50几块继续买 一口气连续的一个买进 后来一口气涨到77块 对 涨了将近 几乎都快倍数了 让你掐头去尾 再打折 少说也有80% 我只问各位 你这段时间你去追这些伺服器的什么技嘉也好 广达 还有这个伪创 你有几个是赚80%的 而且一颗心还七上八下 因为他们的股价不是涨就是跌 不是涨就是这边上上下下爽了 甩了好几次 创高之前也可以甩了好几次 你一颗心七上八下了 可是你同样的是AI的一个题材 你用我的方法 你在四十几块去布局上权 我请问 对 你的一颗心会七上八下吗 不会 是不是在低档买进 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一万 你看这一口气涨上来 一涨至少涨八成 你是不是赚得 80% 赚得多赚得快 而且你一定赚得到 对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 你低档买进的股票 你敢中压吗 对 你连续买进 如果说你的资金 你至少你不要说什么 你就拿50%放在这里好了 一口气拉上来 甚至于是拿 你的所有的资金 就压在这里 你看再一口气拉上来 你是不是 你的上权涨多少 如果说你是变高级的 没有 你上权涨多少 你的资产就增加了多少 没错 这个就是我说 你资金集中一档 抵过十档 对不对 你不要等到 大家都在讲某些股票 在涨的时候 对不对 你再来追 那这样子 其实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只是说你赚不到大钱 没错 我会常常问 这波行情 大家都说非常好 台股 中堂先都看好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赚到了吗 我指的是大钱 你赚到大钱了吗 AI现在对不对 野火烧不尽 对不对 春风吹又生 有没有 你真的赚了多少吗 你真的赚到大钱了吗 有 你就要用方法 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赚到大钱 你一定要用 你要去回想一下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也就是你的方法不对 你按照我的方法 你说上权 有没有大赚 可是同样一档股票 如果说等到 它从四字头 五字头 六字头 涨到七字头 你看涨到七字头 上个礼拜 有没有一堆人 在叫你追上权 有没有一堆人 告诉你 哇 CPU未来的爆发力 哇怎么样 大家又在讲 上权有多好的时候 是 你看 你去追 纵使今天上权 还是在七字头 你很多人 是不是还在等解头 对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跟我们买在四字头 没有错了 我是已经出掉一半了 但是我也告诉你 我一半怎么样 我继续赚 对啊 对啊 为什么要出掉一半 我并不是看坏它的未来 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以外 因为你们都来了 你们都来 股价会震荡 我当然先出一半 而且怎么样 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现在会有新的标题 现在大家都在追AI 我是看好 我先强调 我是看好哦 但是当大家都在追AI的时候 其实我要布局怎么样 我要布局其他的题材了 下一档 因为盘面上会涨的股票 你要记住 我看好AI 但是会涨的股票 不是只有AI 好 不是只有AI 尤其现在AI 如果说已经涨到天外天的时候 你反而要注意分段操作 对不对 就好比说星星 我全数获利出清了 你们都知道 我180几块就开始布局了 对不对 后来一口气涨上来 有没有 到208块 后来你看 我们在200附近 全数获利出清 我不敢讲大赚 但是至少 在不一趴嘛 五趴 对不对 对 你看大家都 我还是看好星星 只不过大家都来了 你筹码一定乱嘛 那我当然先出一趟 但是如果你不出 你看今天又升1900 180几 今天盘中低点升至180几 要不又回到起涨点了吗 对不对 可是我们已经获利入带了 而且这个钱怎么样 我们没有闲着 我们已经准备 怎么样 我说当大家 在这个礼拜 在什么 封这个书妈来台湾了 在追AI的时候 我说我在干嘛 我除了说 把上权 获利一半 获利放口袋 出清3037的星星以外 我说我们开始在布局 接下来会大涨了股票 对 那就是什么 包含碳权在内 现在很少人在跟你讲碳权了 对不对 大家都忘了 但是我说过了 这些题材都在 对 它没涨并不代表 它不会再涨 没错 是 8月7号 碳权交易所正式要成立了 你认为这个题材会不会再发酵 当然会 对不对 那你不是等到未来开始发酵 股价又喷翻天的时候 你再来 那不是跟AI一样吗 对 对不对 你要趁它现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 甚至于有些股票 是不是已经开始发动了 对 对不对 我说做股票 你不要看它今天有没有涨 有没有涨低 重点是你要看它未来的空间大不大 这个才是 你真正能够赚钱的一个关键 好 所以说听我们 到底接下来下个礼拜 全新的开始 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用对的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赚波段好行情呢 千万不要走开哦 马上回来告诉您 大家好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带大家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老师都说了 我们要用对方法 在大家还没有怎么样发现的时候 老师就都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就像我们小型VIP手上的两档股票 第一档是我们的上全 我们的第一买 就带大家能够买得多 而且买得到 而且让您赚得多 也赚得快 也赚得到 记不记得 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的时候 才四十几块 近期已经最高 来到七字头跟八字头了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中途听众 我们现在是已经获利一半 放在口袋里了 因为我们要怎么样 分担操作的方式 另外一档就是 我们的新兴这档股票 也是带大家进场布局 很快速的将近有十几% 将近20%这样的一个涨势 所以听众们 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 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你一定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下个礼拜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想要赚钱吗 不要忘记了 待会儿在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抢名额 偷偷告诉你 只有十个名额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欢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费品 因为你要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请要说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开心的下个礼拜 要全新的开始了 我们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新的好股票 老师 我想从今天 行情开低走高 而且整个多方 利手万七的一个情况 尤其你看盘面上 29家涨停板 我说盘面上只要 还是有这么多股票在涨停 就代表整个行情 它还是有所作为的 重点是你要怎么做 对你要怎么做 我说过这一波行情 大家都认同 对多方有利 多头行情 但是我只问各位 尤其AI这样喷翻天的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我讲的是大钱 大钱 对不对 你真的有赚到大钱吗 有 恭喜各位 如果没有 你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没有 人家AI都涨翻天 创高的创高 涨倍数的涨倍数 你还没赚到大钱 问你在哪里 方法不对 对 方法不对 对 就好比说我常常听到 有很多的专家权威 民师 是 我都在标榜 我今天几只股票账 五只六只 七只八只 几只有没有 有 你手臂有五只六只 甚至于更多的股票账 让我就很好奇 我就想问你的会员 那你的会员 你手中的股票 到底有几档 对 你少说有十几档 将近二十档 你才有可能 五档十档 七档这样的涨停 对 对 那如果说 你的资金 分散在十档 二十档股票上面 我请问各位 纵使你盘面上 有五档六档涨停板 你整体的一个资金 你辞职的获利 到底有多少 是 对不对 其实还是分散 平均掉以后 它还是没有效益 对 对不对 就好比 我一直告诉我们说 上全 对不对 星星 这个是你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小型VIP VIP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你看 你的资金 如果像什么小型VIP一样 就集中在一档 到两档股票上面 对不对 随着这样上全 一涨涨80% 你的资金 就是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甚至于50%的一个资金 集中在这里 对 你是不是你的资产 你的整体的一个报酬率 很快就会拉上来 没错 这个就是我说过 资金集中的一个好处 一档 抵过十档 你一二十档股票 你除非全部都涨停板 对 你才有办法 你的资产能够增加10% 那如果没有 你想十档 二十档股票 同时涨停的 同时创新高的几率有多大 跟你两档股票 两档股票同时创高 你看星星当时有没有创高 对不对 你说上全有没有创高 有 随着他们创高 你的资金就集中在这些股票上面 是不是很快 你的整体的资产 就会上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接下来 不管前面怎么样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你一定要用对方法来操作 尤其最重要的 我说过现在AI我还是看好 不过有多数的AI股 基本上都已经就短线上面 它已经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不是说相对高就不会再涨 我一直强调 是一个风险跟成本的概念 如果说成本高 风险高 胜算低 那我干嘛要跟他赌呢 有其他风险低 空间更大的股票 例如说像这个探权 为什么不做探权呢 所以你看我们陆陆续续在布局 有没有 有 有些已经开始发动了 其实赚的有比AI少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用对方法 好 那至于下个礼拜 全新的开始 当然我们会有全新的起标股 要来做一个进场 好 那如果说你认同的要用对方法 包含股票 你要在它发动之前 先布局 先卡位 走在故事前面的这一档 全新的下个礼拜的起标股 我今天怎么样 我今天开放登记 好 那这档股票 我希望怎么样 你能够跟我从头就开始赚 而且我们这样 我们一路赚到底 好 那我说过了 会员赚钱 会员赚大钱 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的心愿 甚至于我说 纵使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你每天听我的节目 是我们纵使的一个听众 我的责任 也是帮你们能够 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真正能够赚大钱 也是一样要赚大钱 对不对 否则你说我节目里面 讲的再好 那有什么用 那都没有用 我说只有你们赚钱 不管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也好 不管是我会员 只有你们赚钱 我卢文斌怎么样 我才有存在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档 下个礼拜 全新的起标股 我今天开放登记 认同的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来最重要的 前面10名 前面10名 打电话进来的 你准备100万 我亲自来帮你规划 我让你体验 我们的操作 到底是如何 好来下周 全新起标股 今天我们开放登记 而且前10位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你准备100万 老师帮你规划 带你体验 带你体验赚钱的感觉 想要拥有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前10位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老师要帮您规划 带您体验 就是现在拨头我们的专线 赶快打电话进来 各位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 进场来布局了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光说我们小型VIP的股票 上全这张股票 将近有80%这样的一个涨势 老师带您赚得多 赚得快 而且带您赚得到 因为老师呢 在低档的时候 就带您进场来布局了嘛 用对方法 用怎么样 走在故事的前面 带您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我们的星星也是 短短的时间 带大家呢 几乎有十几% 二十%这样的一个涨势了 恭喜大家都已经赚到了 最后点我们 到底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 在下个礼拜 跟着老师来布局 下周全新起标股呢 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方案哦 下周全新的起标股 开放登记 而且前十位好朋友们 不要忘了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老师要帮您规划 带您体验 带您体验赚钱的感觉 准备好了没有 拿起电话 现在就播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带头的电话号码 赶快拨头我们的专线 用对方法 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前十位好朋友们 准备一百万 老师要帮您规划 带您体验 带您体验赚钱的感觉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大口快进来 就是现在 500号码